夜深人静一行阑珊 虽然那些羞涩网站对于老实际的你也失去诱惑 但为了排解一整天的疲惫和压力 你还是忍不住在浏览器的无痕窗口中输入了以熟记于心的网址 当红绿闪烁的画面铺满视野 你的大脑又开始释放独白胺 给你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围结 从血脉喷张的第一次到月片无数的老实际 你忘了自己删过多少次几十记的学习资料又重新下载回来 也忘了发过多少次事要抛弃那几位老师却总是旧情复燃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开始觉得兴趣索然了 精力不振了身体不如从前了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 今天咱们聊聊经常看羞涩片 大脑会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 还是从第一次说起 据统计全球男性首次浏览羞涩片的平均年龄为十岁 而这个年纪刚好是第一性征发育的时间 在这之前男孩对异性基本不感兴趣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看西游记事 面对这么多美女妖精 却只想让那个抓耳挠塞的猴子一帮子打死 但这个局面在接受第一次生理教育时彻底改变 未经人士的你哪经得住这种场面 不可描述的图像猛烈刺激着大脑 什么动画片西游记全都泡着脑后了 这个时候大脑只忙于一件事 释放托巴恩 托巴恩传递的信号激活了奖赏通路 给你带来愉悦和兴奋的感觉 有快感既有欲望 也就有成瘾的可能性 不过这个机制并不是进化的败笔 相反它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基因的延续 比如吃东西性行为都能自己夺巴恩的释放 它的逻辑是先让你尝到甜头 给你奖赏 你才要动力去找吃的避免饿死 去找对象传宗接代 此时大脑里的夺巴恩呈爆发式增长 你不知道为什么心跳加速 头脑沸腾身体燥热 但这种快感你一定能感受到是前所未有的 就这样青春机的懵懂 在兴起的画面中变成了真实的欲望 虽然可能仅仅几分钟就结束了第一课 但这种体验已经深深的刻在脑海里 增长系统一旦发现了有潜在价值的东西后 就会分泌毒巴恩 给大脑中负责学习记忆的回路 发送提醒的信号 让他们记住什么东西或者行为能带来快感 下一次该如何获取 这种高强度的刺激 是你从其他行为中难以获得的 虽说吃东西打游戏也能自己大脑 但都没有修策片来得那么强烈 性是自然界能给予人类快感度最高的行为 于是你开始时不时回忆和脑补 找机会体验第二次第三次 欲望也就形成了 所以多巴恩也被称为欲望分子 而且你会发现 自己开始对某些信号特别敏感 比如看到性感图片 听朋友讲混段子 或者是独处仪式 他们像是触发器 一旦触碰就激活了大脑的欲望回路 让你产生想要看片的强烈渴望 这是因为大脑发生了敏化反应 脑神经有很强的可塑性 几次刺激后 欲望回路神经细胞间的联系加强 更容易被触发 所以跟刺激相关的信息 别人看了可能内心平静毫无波澜 但你看了没人会躁得不安 随着观看的次数越来越多 下载的学习资料越来越大 慢慢的你发现看片带来的快感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 这是因为奖赏预测误差的减少 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并不是奖赏 而是奖赏预测误差 就是说实际的奖励 要超出我们的预期才行 所以多巴胺还有个名字叫预期分子 比如你家楼下新开了一家面包店 你会想进去尝尝味道如何 这种感觉来自于对陌生事物的预期 就是多巴胺作用的结果 你觉得好吃于是每天都来光顾 但时间一长 你发现味道也就一般 其实面包的味道没有变 变的是你的预期 看片也是一样 看得多了 那些重复的画面跟你的预期基本一致 甚至还达不到预期 也就觉得索然无味了 另外 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大脑还出现了脱敏反应 也就是耐受性提高了 有一项研究调查了64名健康的男性 他们每周看片0到19.5个小时不等 通过核子共振成像技术 扫描他们的大脑发现 看片较多的收视者 大脑中跟响力和动机相关的 纹状体的活跃度下降 甚至出现了萎缩 如此一来 大脑对刺激也就变得迟钝和麻木了 此时你的大脑已经从涉事卫生的小白 变成了酒精沙掌的老油条 你不再满足于简单的 重复的 只有少数演员的羞涩片 找人去寻找更刺激和另类的 以维持最初的快感程度 我猜你会想 这么费劲 不看了不就行了吗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隐一代形成是很难戒掉的 正常情况下 多巴胺系统并不是完全静止的 而是会以每秒3到5次的速度被激发 看片时速率激增到每秒20到30次 但如果预期的奖赏没有实现 多巴胺的激发速率会下降到0 这种落差感是非常痛苦的 吃山珍海味习惯了 突然让你吃康宴菜 那谁受得了对吧 我们看那些隐君子 酗酒者戒不掉 并不是他们享受那种极度的快感 也不是意志力薄弱 而是难以忍受跌入谷底的痛苦 既然戒不掉 咱们继续往下看 其实按理说 看片是很稀松平常的行为 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接受过这种教育 全球最大的羞涩网站的日访认量 高达7500万次 放心 我是不会教会你们告诉你们地址的 大部分用户平均每周会看两个小时以上 但成疑者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花费一个小时时间 在羞涩片上 因为他们的大脑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 额叶功能退化 多巴胺在欲望回路中 让我们产生了最原始的冲动 但我们也能发现 这个冲动并不是部分场合不合时宜的 没人会在大厅广众下看片对吧 它被一种力量限制在合适的范围内 这个力量来自于多巴胺控制回路 从福塞贝盖区出发 穿过大脑来到额叶 它和调欲望回路的要求 进行理解和分析 不合理的要求就压制下去 合理的会进一步规划方案实现目标 正常情况 人们是在欲望回路跟控制回路的拉扯下 保持着平衡 但成因者控制回路的终点 额叶的灰指会发生变化 使得控制冲动和预知后果的能力下降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了 正常人看片可能还纠结一下 伤身体优质点 成因后就不一样了 欲望回路掉打控制回路 银血沾上了理智 还想什么呢赶紧爽一把 在虚拟的快感中越险越深 而且控制回路的控制力下降 不仅仅是影响看片这一个行为 你会发现自己更容易沉迷于即时快乐 对容易上瘾的事物更加难以抵抗 比如抽烟 喝酒 打游戏等等 而那些需要延迟满足的行为 像学习 社交 锻炼身体 你是一点都提不起兴趣 但问题是 这些事才是现实生活的主旋律 如果没有好好对待 一定会有反噬的结果 学习下降了 人机关系变差了 身体不舒服了 各种压力随着而来 培姐压力 喜欢抽烟的会抽根烟 喜欢打游戏的会阻断开黑 当然 喜欢看片的也会去看个片 成瘾者大脑中的压力处理部分时长 这也是戒不掉瘾的一个原因 因为戒瘾本来就会带来压力 而压力容易导致成瘾者破戒 简直就是个死循环 到头来 你根本离不开羞涩片 它既是开心时的奖励 也是失落时的慰藉 看片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 即便它已经无法给你足够的快感和满足 但你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根本停不下来 除了对大脑的印象 你也会发现身体和生活都在慢慢变糟 根据2021年的一项研究 男性功能障碍潜称异地 与羞涩片观看量有明显的相关性 21.48%的用户有一定程度的异地 很小就开始看羞涩片的用户 一般是10岁之前 异地的比例甚至高达58% 加上很多影片都存在错误的病态的引导 观看者在心理上难免会有自卑的倾向 还有一项研究调查了1500位年轻人 来了解羞涩片的使用剂量 对性满意度的影响 结果显示 观看羞涩片越频繁 现实中的满意度也就越低 而且仅仅是观看了几次 就能使满意度开始下降 毕竟羞涩片里那些绝美的优物 夸张的动作 奇葩的剧情 很多在现实中是没办法实现的 两种体验的巨大落差 会让你对真实的伴侣失去兴趣和欲望 现实中得不到的满足 只能变本加厉的在影片中寻找安慰 然后在现实中更加得不到满足 久而久之越陷越深 无法自拔 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 为了改变现状 你决定重建自己 戒掉看片映 但仅仅过了两三天 就开始出现焦虑 一怒失眠等阶段症状 而且你越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画面 大脑就越频繁地挑逗你 据统计 82%的男性 因为无法忍受戒色的痛苦而最终失败 不过当你坚持到两周的时候 你会发现欲望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 可以专注学习工作等一些事情而不分心了 看到敏感心心的时候 也不会纯纯欲动了 这代表杜巴胺的耐受性已经慢慢下降了 一个月后 你每天早上醒来都精神十足 大脑不再时不时跳出少而不易的画面 你的注意力更集中了 思维更活跃了 而这仅仅是正向反馈的开始 慢慢的你还发现 在学习旅游社交中也能获得愉悦感 而且这次是健康的 持久的 不会成瘾的愉悦感 最后想说 既然大脑神经有很强的可塑性 那就完全可以像黏土一样 在我们的手中变换形状 而不是把我们当成傀儡一样四一百弄 所以从虚拟的图像中走出来 去尝试更多现实中的事情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收获不一样的快乐 有一个女孩 在19岁时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头部受伤 导致智力下降了两个标准差 医生认为她无法完成本科学业 车祸之后 别人都在劝她找一个简单的工作 不要钻牛角尖 女孩也一度怀疑自己 但好在没有放弃 她花了八年时间完成了本科学业 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 共读博士 还到哈佛大学做了教授 女孩名叫艾米卡蒂 她在TED一期名为肢体语言塑造你自己的演讲中 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并提出了自己成功的秘诀 先假装成功 直到成功为止 我知道小伙伴们看到这个秘诀肯定会质疑 这个方法确定有用吗 我是在开玩笑吧 我们接着往下看 卡蒂虽然在哈佛商学院 但她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 专门研究body language 也就是肢体语言 她发现 我们喜欢通过肢体语言来评判达人 反过来也一样 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肢体语言 成为被评判的对象 比如当我们在学校或是公司做演讲时 自在放松 躲步自然 面当微笑 与大家有隐身交流 大家会觉得我们自信 充满活力 给人舒服的感觉 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 觉得我们演讲内容很有趣 值得一听 而假如我们身体僵硬 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眼睛只会看下面或者前面 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的听众一定频繁走神 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我们会关注肢体语言 如何影响别人对我们的判断 和我们对别人的判断 而进一步卡蒂教授也发现 我们同样也受自己肢体语言的影响 比如我们在高兴时会微笑 反过来用牙齿咬一支笔 练习笑容时 我们也会感到开心 这说明非语言表达和心理是相互影响的 心理状态会影响我们的肢体语言 同样肢体语言也会影响心理状态 当然没有经过实验的结论都是少流氓 卡蒂教授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让人们维持充满力量和没有力量 两种姿态 持续两分钟 第一种是充满力量的姿势 站立双手插腰 或者身体前倾 双手按住桌子的姿势 第二种是无力的姿势 坐下双手交叉 就像这样 试图让自己变得小一点 实验发现 有力姿势的保持者 只是短短两分钟的姿势改变 就变得更果断 更自信 更乐观 而且看压能力也是直线上升 相比无力姿势的保持者 同样是短短两分钟 心理状态的变化是完全相反的 卡蒂教授解释说 生理上关键的两种荷尔蒙 是搞腕铜和可提松 搞腕铜是主导荷尔蒙 可以让人更有力量 而可提松则是压力荷尔蒙 保持有力姿势的受试者 主导荷尔蒙上升20% 压力荷尔蒙下降了25% 保持无力姿势的受试者 主导荷尔蒙下降10% 压力荷尔蒙上升了15% 所以肢体语言 影响了我们体内荷尔蒙的变化 从而影响了我们的心理状态 但是你可能会再次质疑 这是一个短时间的实验 两分钟对人生能有什么影响呢 卡蒂教授同样做了另外一组实验 来打消我们的质疑 实验是这样的 一波受试者分别保持有力 或无力的姿势两分钟 然后参加5分钟高压面试 面试官受过培训 不会给任何非肢体反馈 几乎面无表情地看着你 这可比刁难结问更难受 这可以大大激发受试者的压力荷尔蒙 然后另外一波参与实验者 会在不知前提的情况下观看录像 然后决定他们想录用哪位面试者 实验结果 保持有力姿势的人更容易被录取 因此他向我们证明了 当我们真正面临压力巨大的社交场景时 比如工作面试 演讲 开会发言等等 保持有力姿势 真真切切地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 所以如果你想改变自己 就从一个小动作开始 来说一个非常有力量和自信的姿势 假装自己已经成功了 两分钟后 这个姿势可以改变你的心理 卡丽教授总结 假装成功直到你真的成功 这背后的道理其实就是资政预言 用五只红老师的话来说就是 一个人常说的那句话 可能会成为他自己的生命预言 我们的外在人生 也就是命运 常常是我们的内在意识 花了很多年去推动的结果 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外在命运 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内在意识 注意你常说的那句话 他们可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其实我觉得 对这个结论最好的诠释 并不是实验 而是卡丽教授本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视频开头先和也提到 卡丽教授的遭遇 他花了八年时间 才完成了大学毕业 而普通人只需要四年 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一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觉得自己配不上这里 觉得自己的智商 在这种人才积技的地方 简直就是乱以充数 有一次公开演讲考验 演讲前夜 他害怕极了 他觉得自己的低质商 会的演讲是被拆穿 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的老师说 我想放弃了 听到他这么绝望 老师对卡丽说了这一段 影响他一生的话 老师说 你不能放弃 我把自己的全部堵住 都压在了你身上 你要留下来 你要做的就是假装 被要求的每次演讲都要去做 你要骗过所有人 你要不停地做演讲 哪怕怕得要死 全身瘫痪 灵魂猪窍 也要坚持做 我在做这件事 我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在真正的做这件事 他听从恩师的话去做 五年后他从普林斯顿 顺利毕业 进入了哈佛大学 曾经很长时间他都在想 我不处于这么顶尖的高等学府 但是现在他不再有这种感觉了 因为他假装的成功 变成了真实的成功 哈佛幸福课有句话 没有比成功本身 对成功更好的催化剂 想一想你有什么目标 然后请给自己两分钟时间 用你最自信最有力的姿势 去告诉自己 我已经成功了 我们可以经常用 假装成功的方法 去刺激自己的大脑 不断的迭代和强化 当我们把这个信念 融入骨髓的时候 就能感受到 蝴蝶效应般神奇的力量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耐心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 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 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星河将不胜感激 继续分享更多 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 一个人可以走多远 关键在于与谁同行 愿成长之路 有你我相伴 这里是星河百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哈喽的也好 这里是星河百度 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内心需要保持专注的事情 比如工作 学习 我们是越来越没办法专注了 以前花一上午时间看书 觉得内心很充实 现在看一个小时 就觉得时间被浪费了 即便对着电脑或者书本 表面平静如水 内心却始终遭到木案 为什么剥夺了 我们的专注力和自控力呢 如何才能保持专注 提高思考力呢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 注意力分散 专注力缺失真的不怪你 而是你的大脑被一些事情宠坏了 我们可以想一下 做什么事情不需要专注 就可以完成 你躺在沙发上 动动手指画画屏幕 就能开心一上午 这个时候 虽然你是专心的刷着手机 但注意力完全是碎片化的 从文字到图片 再到短视频 我们获取的信息量 爆发时增长 而且不用自己动脑 后台算法比你自己都清楚 你喜欢看什么 这边爱豆出新剧了 那边小姐姐又跳舞了 随着手指频繁的上滑 几秒钟一个爽点 不停的刺激着大脑 我们的注意力就在网络舒适区里 被切割的洗碎 另外假如你看了场球赛 购物平台自媒体平台 就像装了监控一样 不停的推送相关信息 无时无刻不再抢夺注意力 这就是第一个现象 注意力过多碎片化 第二点是注意力漫不下来 现在大家看剧是不是都倍速了 我基本都是1.5倍 通款的小伙伴弹幕一 上次花了两个小时 把游戏游戏看完了 我都怀疑自己以前躲背窝里 看一晚上小说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两倍还嫌慢 不要紧 咱们还有几分钟看完之类的视频 你要看华尔街之狼 五分钟就搞定了 你要看全力游戏 十分钟也能说清楚 不光影视剧 文学书籍 时事新闻 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学理赛 学心理学 了解文化历史都是分分钟的事 有音和阿普能用十分钟带你看完 亿万年的人类计划史 我们把需要长时间深度研究的内容 也变得立得可取 而且视频看上去做得又干又有趣 跟这些比起来 我肯定不愿意花几天时间 去看一本枯燥的书对吧 急进走惯了 正常的路就不知道怎么走了 第三个现象是 思考力停留在表面 我之前喜欢听几分钟拆解一本书 甚至还有些骄傲 一天就能播听群书 后来我发现 我不仅记不住听的内容 连书名都没有印象 其实这些内容只能代表我们看到 听到而非学到 有一篇系统性综述提到 无论是对于内容的理解 还是记忆的牢固程度上 纸质阅读的效果都比电子阅读越好 当材料内容越复杂时 纸质阅读的优势越大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一是看纸质书 获取信息的节奏慢 而且也会不停地翻阅 来解答阅读过程中的问题 可以帮助自己形成完整的思维导图 二是看文字 你需要在大脑里 把抽象的内容具象化 帮助自己理解和记忆 看视频就不需要这个过程 久而久之 大脑像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就是我而不学习 困在信息检访里出不来 如果只是浪费一些时间 抢夺一些注意力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它对我们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在即时反馈的得道下 我们忽略了太多世界的东西 一思考空间被挤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著 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于曼中 提到大脑的两种系统 快思维和慢思维 快思维就像一个孩子 反应敏捷但情绪化 掌管着情感经验 慢思维就像一个睿智的老人 掌管着理性认知 只有在孩子搞不定的时候 才会出面 用理智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们在获取即时快乐的时候 完全是孩子在掌控大力 喜欢什么接受什么 大脑逐渐被游戏 短视频 娱乐信息占据了 导致留给老人的空间越来越少 就好比一块住 老人原来还有个室卧 后来只能睡阳台了 大脑只会接收信息 而不会理性思考了 更严重的是 这些即时快乐非常受欢迎 某短视频APP的日活 竟然达到了6.8亿 这似乎成了一个社会性问题 大前演义 在低智商社会中 提到了日本的现状 人们对手机和互联网的 依赖度越来越高 年轻人只关心感兴趣的事情 从而导致智商衰退 和停止思考 他们很容易被媒体操控 失去判断的能力 活在被设定好的框架里 原本以为刷手机是休息 但是我们会发现 刷了一上午手机 还是感觉很累 什么事都不想干 这不是因为变懒了 而是在刷手机的时候 也在消耗我们的认知资源 大脑有个部分 叫默认模式网络 在你专注做事的时候 它休眠 在注意力分散的时候 它反而比较活跃 它的功能是 回想过去重建未来 其实就是胡思乱想 人们都以为 专注做事的时候 大脑会消耗更多的能量 直到1953年 物理学家劳伦斯 索克洛夫做了个实验 让实验对象做算术题 然后记录大脑的脑电波和含氧量 结果出乎意料 做计算的时候 大脑耗氧量 还没有发呆的时候多 另外刷手机 大脑需要不停的切换任务 每次切换都需要 先激活警觉网络 就是给新信息开门 然后启动定向网络 触达不同部位的神经元 可以理解成 新信息对号入座 最后是执行网络 与原有记忆和信息 联系在一起 每次切换都要来一遍 这个过程 不停的消耗我们的认知资源 长期以往就会感觉没精神 追列换三 三 对记事快乐诚意 很多人以为 不停的点手机只是日常习惯 但随着次数越来越多 时间越来越长 已经构成了行为诚意 咱们之前也提到过 上瘾会伴随着大脑参数变化 透明反应 明化反应和脑前额叶功能退化 通俗讲就是你越来越 控制不住自己 总是想多玩一会儿 然后你会发现 以前的内容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需要更多新鲜感和刺激感 快感预值不断提高 越险越深 四 专注力不断降低 公号L先生说 提到了一份来自GIC的报告 2008年 美国人平均每天闲暇时间 所接收的信息 达到了34G 而我们的注意力 每秒钟能处理多大的信息量呢 按照心理学家 米哈里·切克森米哈的估算 这个数字的极限 大约是120β 简单换算一下 后者是前者的22.7亿分之一 也就是咱们的大脑带宽不足 虽然每天海量信息贯出给你 但能接受并处理的少之又少 而剩余的信息 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噪音 噪音越多 你的注意力就越分散 微软开展过一项营究 发现现代人的专注时间 降低到了8秒 怪不得我上班都是 专注几秒钟 花水拍小时 专注力就像肌肉一样 是可以通过锻炼来加强的 没有谁一生下来 专注力就高 再强的大神 天鹅的时候也会走神 只不过他们专注时的效率 更高 一 杜绝一切干扰 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高估自控力 觉得能控制住自己 不玩游戏不刷视频 你要面对的不是冰冷的机器 而是众多技术人员 精心设计的算法 你的点击浏览 都能变成实实在在的金钱 跑到他们的口袋 在这种情况下 响应真的很难 手机里的消息提醒 不停地撩拨你的心弦 能坚持三天就是大神了 所以索性关闭一切消息提醒 我就是这么干的 也可以介入工具 来检测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和频率 情急不太可能一棒子打死 就寻心渐进 设定惩罚措施 并找朋友监督 比如超时一次请朋友吃顿饭 他们肯定都愿意干对吧 这个过程是反人性的 所以下手一定要狠 如果你能抵挡住 低诱信息的诱惑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二 寻找内飞太快乐 不刷手机不打游戏干啥呢 总得找点乐子对吧 我们可以试试内飞太快乐 科学研究表明快乐有三种 多巴胺快乐 内飞太快乐 血清素快乐 多巴胺快乐是利的可取的快感 容易沉溺过后乏味 我们刷手机玩游戏都属于这一种 内飞太快乐是需要付出的 前期可能会疲惫 但过后会感觉到充满活力 积极向上 比如慢跑爬山冥想 当然还有个方法 学习 诺贝尔奖得著罗杰·吉尔曼发现 人体产生内飞太最多的区域 竟然是学习和记忆相关的区域 怪不得上学那会儿 有些学霸做体验能效熟生 三 训练超强专注力 有个知乎大神找到一本英文原本书 翻译过来是如何向爱因斯坦一样专注 提到了12个专注力训练法 分成四组 每组三步 每组层能递进 每天坚持几次 连续17天会有明显的提升 第一组 一 闭上眼睛 想象一条两边都种了树的路 视线由近到眼 一直到路的尽头 融为一个点 二 想象一个孩子正在当鞦韆 越当越慢直到前置 三 想象一列火车离你远去 车尾有一个大大的字母爱 随着火车远去 爱变成一个点 第二组 一 闭着眼 在脑海中假象分别用左手和右手 各画一个无穷大的符号 二 闭着眼假象 用双手一起画螺旋 先顺时针再逆时针 最后两只手方向相反对着画 三 闭着眼想象一朵画慢慢盛开的过程 第三组 一 找八个物品放到桌上 从最后一个开始依次拿掉 然后在脑海中再来一遍 二 闭着眼想象你写数字123 然后从三开始依次擦掉 三 想象你写单词New York 然后从K开始依次擦掉 第四组 一 闭眼深呼吸十次 感受气流在你的喉咙和肺里流进流出 二 闭眼深呼吸十次 随着每次吸气呼吸数数 数到20 三 闭眼慢慢呼吸十次 专注呼吸什么都不像 四 培养深度思考力 最后一点咱们再聊思考力 因为思考快于慢中提到 要触发慢思维的前提就是保持专注 另外深度思考力是建立在认知水平上的 所以我们要从看到听道转变为真正的学道 把有价值的信息同化成自己的东西 并形成知识底细 我自己一直在用的方法就是输入输出 看书学习就是输入 写下来说出来就是输出的过程 这样我们看到问题的角度会变得不同 不会被分乱复杂的信息干扰 不会忙从媒体制造的舆论话题 更不会有无核之众提到的 情绪化无疑意义低智商的群体特征 坚持用慢思维武装自己 是个长期受益的过程 所以也会感到内飞太快了 娱乐至此有句话是 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 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从报纸到电视 从智能设备到元宇宙 互联网服务于我们 我们也毫无防备的成为其中的流量 为其抢夺注意力 降低次控力 挤压思考空间 但我们都知道造成影响的 并不是电子产品本身 而是我们的使用习惯 所以极致毁和美貌于一身的你们 一定可以摆脱干扰 掌控习惯 进而掌控人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您耐心观看 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 还望订阅关注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一个人能走多远 要看他与谁同行 关注星河百度 咱们每周聊点 有温度的成长内容 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大学那会儿 我看人见天天泡在图书馆 那时候还没内卷这个概念 于是心想 咱也不能落下 没准装一装 就能养成阅读的习惯 然后开始定目标做计划 球也不打了 游戏也卸载了 天天逼着自己去图书馆 结果一个学期下来 我连一本都没看完 刚开始看教材 看不下去该看文学 还看不下去又看小说 就差看漫画了 后来实在装不下去了 我也是那时候 真切体会到装逼真累 于是又重装了游戏 反倒是打游戏这个习惯 一直坚持到了毕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那些能长期坚持下来的事 往往是自然让人毫不费力的 就像每天刷牙洗脸一样 哪天要是没洗漱 反而会觉得很别扭 反过来 但凡是靠下狠手 逼自己 又是自我洗脑 又是对天发誓 短期内没准能骗得了自己 但时间一长 身体还是很诚实 也就是说 习惯从来都不是逼出来的 因为这是在用意志力 跟自己的本能对抗 是非常痛苦和低效的行为 咱们好像也没见过 哪个自立的大神 每天苦行僧一样折磨自己 他们完全是把 我们认为困难的事 变成了不可或缺 又乐在其中的日常习惯 今天咱们就聊聊 他们是如何培养 并长期坚持好习惯的 一般我们认为 要养成好习惯 就得对自己下狠手 逼自己放下手机 卸载游信 逼自己学习跑步 想干的不能干 不想干的必须干 事实上 如果一件事 我们觉得很痛苦 就倾向于逃避 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你想啊 本来学习健身 这种事就很痛苦了 你在强迫自己 必须接受 那简直就是双倍的痛苦 痛苦的事情 再怎么坚持 都不可能形成习惯 不能说我天天挨领脑骂 时间一长 我就会习惯 哪天他不骂我 我还浑身难受 那我再多见啊 打开心志这本书提到 大脑的底层原理 是稳定和节能 它会尽可能 让我们不去改变 不去干活 现在你给他 加了一个苦差事 他不仅要挤出 有限的资源 来处理新任务 还要额外分出精力 来说服自己 这个事也许有价值 这完全跟大脑的 底层原理背道而驰 时间一长 内耗就产生了 另外 咱们的身体 都是有很强的适应性 就拿减肥来说 很多人短时间逼自己 体重确实能减少 但时间一长 很容易反弹 就是因为身体 适应了这个强度之后 锻炼的时候 会让实际消耗的热量下降 而且也会刺激我们 吃更多食物 来填补能量空缺 一来二去 之前的努力 就变成了无用功 咱们应该知道 自律的本质是意志力 或者叫自控力 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都认为 意志力是一种 有限的资源 就跟肌肉力量一样 用完来就没劲了 这就造成了一种误区 我会觉得 我不自律 是因为我意志力薄弱 相反 那些大神自律 是因为他们意志力强大 既然这样 我也没办法 谁让咱心有余 而意志力不足 于是这个借口 就让我心安理得的 熬夜 打游戏 刷手机 给自己贴上 意志力薄弱的标签 意志力有限这个说法 最早是由心理学家 罗伊·鲍麦斯特提出的 他称之为 自我损耗理论 就是说意志力 是一种有限的心理资源 用一点少一点 当然也可以慢慢恢复 他设计了一系列实验 比如说把收视者 分为AB两组 让他们做同样的数学题 不过A组做任务之前 还要经历一个考验 他们需要看着 美味的小饼干 但是不能吃 他认为拒绝诱惑 是需要消耗意志力的 实验结果跟他想的一样 A组的表现 普遍不如B组 自我损耗理论一出 立刻被无数人 分为规念 一些人好像找到了成功秘籍 那就是训练意志力 还有一些人 也找到了成功秘籍 那就是写书开课 教别人训练意志力 不过很快 就有人提出了质疑 这也直接导致了 心理学界的一次 大型翻车事件 2010年 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 重复了波麦斯特的实验 不同的是 他先问受试者 是否相信意志力 是有限的 然后让他们处理 一系列任务 结果发现 不相信意志力 有限的受试者的表现 明显又于 相信意志力 有限的受试者 这么看的话 意志力就不是一种 有限的心理资源 甚至可能并不存在 它只是 我们对自己的 心理暗示而已 换句话说 正是因为我们 相信意志力有限 才会表现出 有限的意志力 让自己心安理得地 放下好习惯 屈服于休息 娱乐 结实满足 相比于意志力有限论 相信意志力无限 似乎对我们更有用 还有一些研究成果 甚至发现 意志力越用越多 2013年 苏黎世大学的 伯内克等研究者 也就发现 当一个人 完成一项艰难的任务后 再去处理一个新任务 如果他相信 意志力越用越多 他就会有更好的表现 这被称为 反向自我损耗效应 有点像上学那会儿 一些学霸做数学题 那真的是越做越来劲 像我这种学渣 只能越做越来劲 我们之所以坚持不下来 除了自我损耗理论的影响 还有可能是因为 大脑制造的虚假疲劳 自控的一书中提到了 当我们觉得 没法坚持的时候 可能是大脑 过度保护的结果 就像我去跑马拉松 大脑担心我会累一次 就主动保留能量 让我觉得 自己已经到极限了 没有体能再跑下去了 这个作用机制 也符合大脑潮能的原理 目前 学术界对意志力 这个概念还是有争议的 不过我们不用 才在意这个东西了 真要用一种 对自己最有利的观点 来概括的话 我觉得可以这么认为 意志力的极限是习惯 还拿我开头的例子来说 即便我每天模仿那件大神 去读书馆 一待就是一天 但我还是在用意志力 约束自己 结果就是 不仅痛苦还没什么效果 他们之所以家庭就熟 是因为早就从意志力 升级到习惯 而且一旦形成了习惯 就再也用不到意志力了 那怎样才能不痛苦 不费力 因是力倒的 形成好习惯呢 咱们接着看 一件事我们愿不愿意做 本质上就是 动力与阻力的博弈 动力大于阻力 就会去做 反制就懒得做 阻力咱们知道 并不是缺乏意志力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大脑的惯性 也就是稳定 这个底层原理 他会按照既往的路径来行事 任何改变都是对稳定的打破 会引起排斥和不适 天天吃炸鸡汉堡 突然敢吃减肥餐 天天看剧 刷综艺 突然要看出血洗 这个时候大脑就纳闷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这么虐待自己 我得让他赶紧恢复原状 所以正确的做法 不是一上来就逼自己 而是先把阻力降到最低 从最简单的一个小动作开始 咱们举个例子 创业不是一上来就砸钱 组建团队 研发产品 开套市场 这样太盲目 也容易失败 而应该是 先从一个简单的想法开始 然后想办法去实现它 人手不够 再招人 产品受欢迎 再扩大生产 团队做大了 再往上支撑不满 也就是说 一个复杂的体系 不是设计出来的 而是慢慢优化出来的 培养习惯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打开心智 把这个方法叫做 系统优化法 第一步设定框架 就是最初的想法 可以是解决一个痛点 比如想要减肥 也可以是达成某个目标 比如培养阅读习惯 练好英语口语 跟具体的量化目标不同 这里的框架 更像是实现目标后的 画面和场景 就像我之前制定阅读计划 上来就要求自己 一个月看多少本书 搞得我每天看书 就像是在赶进度 今天50页 明天60页 追求的是数量 完全不在乎 自己是否真正吸收了 书里的知识 结果就是 虽然也看完了几本书 但又好像什么都没看 量化目标 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让我们产生了一种 达到数量 就解决了问题的错觉 这叫做技术器陷阱 往往是量积累了 达不到质的改变 也就不想再坚持了 事实上 看书的真正目的 可能是扩展知识量 学习某个技能 而不是看完多少本书 健身的真正目的 可能是提高身体素质 改善生活习惯 而不是掉了多少斤肉 这些常见化的目标 让我们清楚 真正想要的结果 把我们从 我必须做多少的思维误区 转变成我可以做什么 第二步建立系统 有了具体的框架 不用着急制定详细的计划 相反 刚开始的系统 越简单越好 最好简单到只有一步 把阻力降到最低 让你不好意思不行动 比如阅读 你要了解心理学 或者经济学领域的知识 那就先找一本相关的书来读 不强迫自己 每天看多少夜 或者多长时间 就利用饭后 睡前的几分钟时间翻一翻 再比如健身 你要改善健康状况 就先试着 起床后慢跑几分钟 这么做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没有压力 不会产生排斥感 而且由于大脑的稳定性 开始了就不会这么快停滞 二是日常习惯 起到了很好的提示作用 吃饭 睡觉 起床 就像触发器一样 一到这个时候 你就想到了阅读 跑步 看书的时候 可以多思考 做的笔记 跑步的时候 可以感受身体的变化 不强迫自己 不追究数量 这样先尝试着坚持一周 第三步 优化完善 有了第二步 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面 来优化完善 以使思考 现在的系统 跟自己的目标 有多少偏差 怎么调整 才能令目标更进一步 二是时间精力 能否支撑现在的节奏和计划 是压力大 需要降低 还是很轻松 可以提高 总之 目的是让大脑 慢慢适应这个过程 还拿上面两个例子来说 你要了解 心理学对情绪记忆的影响 但看的是 心理障碍相关的内容 就不太合适了 需要调整方向 你要改善身体状况 你发现一周下来 经济神 确实更好了 跑得也越来越轻松了 就可以提高强度 或者再搭配合理的饮食 这样一点点改变 大脑不会觉得 我们是在虐待自己 接受度会高一些 等一段时间 它适应了现在的节奏 就可以再进一步 让它再多适应一点 以此类推 我们就能慢慢地接近 自己想达到的目标 而且这个过程 不是坚持下来的 而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最后咱们再总结一下 培养好习惯 从来不是跟自己的本能对着干 越逼自己 越坚持不下来 它跟意志力 也并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不要用 意志力有限当借口 我们跟大神的区别 就是习惯不同而已 要想跟大神一样 只需要给自己一个 具体的场景化的目标 然后建立一个 最简单的系统 接着一点点优化完善 最后再一键三菱 加收藏就可以了